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沒有任何人一個知道 那大家都有這種被突襲的感覺 藍衛詹立文破口大罵 痛批黃建廷背叛藍營選民 接受監察院副院長提名案 而現在提名案暫時被喊咖 詹立文認為黃建廷落入 綠營圈套被捧殺 對民進黨內訌 民進黨我就說嘛 你自己就奔不奔啊 還要給你吃 哪有可能 搞不好民進黨修理你的修理的更難聽 講得更難看 你這樣值得嗎 最後蔡英文收回成命的話 也是很難看 有準備會聽到他提這樣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的確是比較 沒有想到過 黨主席江啟誠也按摩能助 跟坦言很錯愕 黃建廷是在18號下午告知 到了傍晚媒體就釋出消息 原定19號下午3點 前副總統陳建仁 就要公布提名人選 絲毫沒給反應時間 國民黨也斷捨離 火速24小時內將黃建廷停權 這也是個尖閉親眼 想要離開的人 趕快離開的時候 我覺得黃建廷竟然已經做這樣的決定了 那有關於黨籍的問題 我建議他就自己處理 早到被刺 藍衣上下都氣炸了 倒是這項蔡政府提的 人事案竟讓綠營不分派系群起抵制 台派王蒂宇說他反對 信系賴評語則說完全不支持 林淑芬更直呼 而綠營之外的民眾黨 柯文哲更是見逢插針 黃建廷藍綠不討好民眾黨再補刀就怕提名案 胎死腹中成了此局最大輸家 記者謝文翔 黃燃瑜 看不到